最神奇的是過了幾天後 已經收到一份詞 很重 中了我們的東西 應該是我們的粉絲 梁柏堅是很喜歡我們 很好聽 謝謝 真的不像是你們 你現在是否想弄一些 包袱給自己 偶像包袱 其實我們一向都是有包袱 我不覺得你們是 不知道為何世界到我們誤解很大 其實我們一開始已經偶像團體走出來 對 那時候不是很失敗 我不敢這樣說 但自從我們沒有手掣之後 我們就意識到我們是偶像 那是否真的自從上次聖誕節上來 之後開始轉運 沒錯 開始升級了 我這首歌要認真 那個想法是哪來的 想弄一首這首歌 不是搞笑而認真真唱的 是否很奇怪 我們突然有一個那麼音樂性的訪問 對 上完聖誕節的訪問 真的很好聽 我們昨天每天都播放 每次聽都覺得很好聽 是誰的想法 說一首歌 其實各首歌的想法 其實是來自於CM Groovy 即我們的編曲 音樂監製 是音樂監製 他很早期已經跟我們說了 有一首 做一首情歌給我們 80、90年代的 很想玩這件事 我們當時就想過主題 基於我們 岳門不遂也很受歡迎 所以我們名字都難得想 直接想岳門肯遂 因為有些聽眾說 岳門不遂是否在笑你們食字 說你們不英俊 我們就為了平反 我們真的是英俊 所以整修岳門肯遂 說回心底話 人人戴口罩都比較好看 借了一半 其實我們去年完成岳門不遂 我們已經有想過出一首R&B的歌 不如出一首情歌 愛情的東西 因為我們想不到ERROR會說愛情的東西 現在改了一點 其實都是情 其實不是愛情 你這首歌讚自己 純粹讚自己 希望別人喜歡我們 都是愛情 我們的演繹是很愛心的 我們唱的情歌 對,聽到很開心 在愛情的角度介入 其實是推廣 全部都是跟自己做廣告會 做得很厲害 純粹是在人家裡 其實你們覺得自己是說話不說話 說話不說話 說真的 我覺得可以的 怎麼了 我也覺得自己可以的 你先解釋一下為何要笑 我覺得You are the best 很有信心 謝謝 我同意的 我經常喜歡你的貼文 我們認為碎 每個人不只靠樣子去碎 你可能會覺得有些人 做音樂很帥 有些人就這樣跳舞也很帥 我可能就是這一點 你是官康的 不是,你是有錢時 有自信時就最英俊 你很有錢嗎 他很有錢 若果是有錢 他應該說我們四個裏面 我是比較,即是我們四個 即是食物鏈上層 是的 我們會相四個比較 如果我跟刀姐比較 我都搞不定 我都搞不定 你們覺得誰是壞 誰是壞 我想每個人真的不同 有時候我看肥仔 你覺得呢 當然是我 外表上我覺得我可以的 但每個人做每件事的時候 其實有他的魅力散發出來 其實看跳舞肥仔真的很帥 很魅力 我也同意 《全民造星》最早的時候 跳得最好是他 還沒開始拍 那個前傳 就是抓了你們兩個出來 肥仔就是全部人看著他 你最厲害是甚麼 然後他跳舞 然後大家就閉嘴了 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們一來到 就派一些卡片給我們 為何要派一些卡片給我們 是劍力 我想純粹是沒有人認識的 但那些東西完全不能播出 你派來做甚麼 不是,也有些可以播出 坦白說就派一個卡片 上面的東西如果照讀 線都派在那邊 全部都不能播出 但這個卡片是用來做甚麼 這個也是想官方一點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你很官方 我想是因為從來沒有藝人試過派卡片 因為藝人已經是一張卡片 對呀,派卡片很失敗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失敗那個 我們經常說自己是電視台KOL 我們還沒到藝人這裡 所以希望直著派卡片 大家認識我們 電視台藝KOL 怎樣才可以得到這張卡片 我到處看見你問我拿 我又在身上就給你 不是,之前1903打工都可以 很難 卡片不是這樣派 譬如找一個經紀 是一個經紀自己派給你 你不會去問他拿卡片 我不是經紀,我是IKOL 剛才這樣派給我們就對了 看到就HELLO派 也要分級的,你們高級就派 低級的就要問我拿 我們要求簽名給你 我們今天不記得大筆 那要不先說一首歌 好,OK 那就是歌詞 剛才說不想情歌 但結果不是情歌 每人得到一段 就好像是量身病做的歌詞 梁柏堅填的 去睡醒吧,填詞 你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你覺得這件事 他從來沒有睡醒過 我們叫我們吃飯 這段廣播都是喝什麼的 喝東西 我們去居酒屋 不要說一次 在喝東西的時候 他已經神魂瘋到 問他一句話的時候 你對他神魂瘋到還是他人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狀態 神之不清 我覺得他的狀態進入了李白的階段 我問他一句話 他已經過了十秒後 回答了一句狗不答白的東西 感覺到梁柏堅腦在想其他東西 本身就說吃一頓飯聊一份歌詞 誰知道去到是請人吃飯 去到完全沒有聊過歌詞 任何事 聊天 你們四個都有去的 連我們經理人、學堅 連CM、音樂監製 誰結帳 我們結帳 但為何完全沒有說歌詞 你們也不敢問嗎 才子的東西你不會明白 其實你不說歌詞的東西也不要緊 因為吃了一頓飯 他就會認識一下你們 然後出了這份歌詞 沒有睡覺的 但最神奇的是過了幾天後 已經收到那份詞 很重 中了我們的東西 應該是我們的粉絲 梁柏堅很喜歡我們 梅柔 梁柏堅鞋打罪拳的人 你那段那次是甚麼 怎樣重罰 差吧,純粹很英俊 純粹是高大 然後不懂跳舞 唱兩句來吧 唱兩句來吧 真厲害 一定是很迷戀,我才知道 追蹤了一點 是狗仔隊,小心點 追蹤了,不錯 不錯 不錯 好奇呢 我兩句就夠了 太躁是我的人妓 太躁令你心也氣 是 不明白 但有時候不一定要明白 明白太多了解得太深 是 什麼 你想人家了解你還是不了解你 現在歌詞也了解了我 其實內在的東西 大家明白,粗魯而已沒事的 太躁是要意會的 對 你那份詞呢 Dee哥 我那份詞 我想我最喜歡的幾句就是第一句 即是三尖八角才華配型棍 真的挺好的 我捨得我 你不是喜歡男吻的男人味嗎 男吻的男人味半熟夠沉穩 文吻你迷戀我法制先 為什麼一定是文吻呢 我都想知道為什麼文吻 其實是一種意識 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純粹是迷戀我的人 我統稱他們為文吻 全部叫文吻 對著你一陣子有文吻 通常文吻皮膚是什麼顏色 文吻的皮膚 是 有些細節 文吻的皮膚是什麼顏色 不是他自己作的 他自己作的 你這段自己寫的 是 我那段其實是自己寫的 再給柏堅哥 看看柏堅哥給了什麼字我再去組織 他給了什麼字你 他當然不再說 其實蔡王富凝君是他給我的 他也覺得你是 還有 文吻 誰叫文吻 文吻是不是有些東西 不要再說文吻會令人分手 大家不要說這件事 其實文吻是我純粹為 就是我自己的陰兒寫出來 就是我自己的陰兒寫出來 文吻是好像 你不是包底 其實當時那個是文吻 還是男人 你的眼神有點閃縮 對 沒問題 可能以前那時有些東西 他好像曾經有 好像幾個女朋友都叫文吻 好像曾經 是不是不記得我 不要再說 阿Dee 再追襪下去 口罩戴到眼睛 阿Dee 阿Dee往事只能回味 回味嗎 我那段就很簡單 你最愛是我那 BabyFat 最愛這叮咚 好重 BabyFat 你還有一句 《在世超潘安》 那一句是《進超島嶼》 《在世超潘安》 那一句是《潘安》 那一句是《潘安》 我有少少概念 少少概念 他應該是姓潘的 對 還有他叫阿安 我打算看看哪一位 還有他應該是胖的 是嗎 沒有重 不是 那個是西武重 真是死了 真的不知道 潘安是很英俊的 英俊得很厲害 不是以前的年代 那些英俊和肥仔一樣的 都是那個 那個是楊貴妃 就是楊貴妃的感覺 可能是 潘安的年代是這樣的 是啊 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是的 古代那些英俊是肥的 就形容那個人很漂亮很漂亮 他安靜了 你說他會楊貴妃 你回去吃禮 你不放不見 先倔礼 我可以做了 好啦 我可以做了